有过再多喜欢的人,谈过再多的恋爱,不如一个真心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,很多时候,不管是好是坏,总想着自己终究是要历练一番,但往往到最后,头破血流之后,告诫自己不要吃了爱情的苦,于是在往后的时间里,遇到的爱情都想着主动放弃,想着好就好散,一起来盘点那些会主动放弃爱情的星座吧。 金牛座,金牛座会在自己的爱情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时候,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爱情,金牛座是一个渴望安稳生活的人,他们和对方在一起,不就是奔着结婚去的,如果到最后还是不能够在一起,金牛就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爱情,宁愿放手成全了彼此往后余生,也不愿意拽着对方互相折磨,到遍体鳞伤之后,才明白对方不合适。 巨蟹座,巨蟹座是非常重视家庭的人,他们非常在乎自己家人的感受,所以当家人如果始终无法接受自己的恋人的时候,巨蟹就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恋人。 不是巨蟹不愿意努力,而是努力之后没有结果,巨蟹才甘愿放弃,巨蟹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婚姻是主定不圆满的,而自己也不可能为了对方放弃一个含辛茹苦,把自己生大养大的家人,于是宁愿主动放弃。 巨蟹座,巨蟹座是非常偏执的一个人,不管是在感情里还是生活中,巨蟹要求的都是恋人对自己的绝对忠诚。 所以即使自己爱对方,如果对方对自己有一丝的背叛,天蟹也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爱情。 天蟹的眼里揉不见沙子,即使在外人和恋人的眼里,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但是天蟹还是会意愿绝杂的放弃自己的感情。 天蟹座,天蟹座个性观吞善良,在很多时候包容心,会让他们成为感情里受伤最重的那一个,不管是主动付出也好,还是被动接受也罢,天蟹都是会为了感情隐忍自己的那一个。 天蟹在经历过很多次伤害之后,才会放弃自己的感情,当自己的爱不足以撑起对对方的爱的时候,才会甘愿放弃对方。 直到最后天蟹才会明白,什么是好就好但好过彼此纠缠,爱情是没有理计的,又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。 聪明人懂的是释放弃自己的爱情,感性的人还在为自己爱情挣扎,当断不断犯受其乱,有时候放手才是感情最终的归属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